兩名國中生來到高雄美術館 接著沿著外牆往上爬爬爬 美術館外牆太高 一個先爬 另一個在下面推 爬上去後再把朋友拉上去 總算爬到頂樓 繼續蹦蹦跳跳 把過程制作成跑酷影片 但這些動作一個不小心 就可能從好幾層樓高摔下來 就來的時候都會看到 只要動作太過分 他也是會出來管 因為說只是比較和緩 動作比較不會 不僅高雄美術館玩跑酷 兩名國中生也愛挑戰極限運動 對 完美 拉著平台外牆掉在半空中 太棒了 兩人互相拍照鏡頭比讚好得意 但又闖高雄美術館頂樓 又玩命玩懸掛 雖然下面是水池 但還是好危險 看是不是有非法入侵 或是一個毀損的行為 我是還沒接受到 官方的一個正式的報案 跑酷動作不違法 如果涉及毀損會偵辦 目前高雄美術館沒有報案 國中生趁寒假玩跑酷 即興運動 爬牆翻上頂樓 拿命開玩笑 記者林正恩王書宏高雄到